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正 歡迎收看正在玩什麼這個節目 那麼這禮拜的龍迷傳奇又有活動了 叫做音速特報 我們來看一下 好啦那這是每日登錄的活動 你只要每天登錄就可以領取這些獎品 那我覺得還不錯就是他有鑽石 又是免費的鑽石 總共有55顆鑽石 所以大家加減鑽 那麼如果每天都登錄的話 最後可以領取到這一隻回生龍 我們來看一下 這隻回生龍他的屬性是暗影火焰跟強風 雖然比不上傳奇龍或者是神聖龍 但是對於你深神殿還是有幫助的 所以大家也是要記得收集 另外這個週末又出了一個活動 叫做黃金機會 這個是要VIP才能夠參加的 那如果你參加的話最好的獎勵是什麼呢 是這一隻發條龍 我們來看一下 發條龍他的屬性是能量金屬跟強風 那麼如果你是要升神殿的話 那這一隻也是值得你收藏 但是呢他這個首獎呢 就只有52萬 那這個就比較沒有什麼價值了 所以呢你只要花這個1億5000萬就好了 不用再多花 那我們要花1億5000萬要怎麼花呢 很簡單你就是買龍島 買島就好了 那目前呢我可以買的島就是這個幼龍島 我們來看一下多少錢 來 那這個幼龍島呢需要花2億 2億 那目前呢我有21億 所以呢要買這個島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來按下去買這個幼龍島 好按下去來 耶解鎖啦解鎖 領取 哇你看一次完成了 很好你就可以得到這個發條龍了 領取 好的那上一次為大家介紹這個火龍加春天龍 有可能會種這個月的月龍鐵火龍 那經過我們漫長的繁殖呢 我已經繁殖好了 那我來看一下到底有沒有種這個鐵火龍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來 來按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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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這個是什麼 你看這一隻就是什麼 鐵火龍我們中獎啦 耶 還沒中的趕快去繁殖 齁我再次強調齁 只要符合這4種屬性下去配 都有可能中獎 好那最後要跟大家宣導一件事情齁 這個傳奇的月龍呢 本來中獎機率就非常的低 只有1到2%的機率而已 所以你不要看別人說 喔他一次就中 然後你就說 欸為什麼我都沒中 我試了好幾次都沒中 因為中獎率本來就很低 知道嗎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我沒中 他中獎率本來就很低嘛 知道嗎 齁 所以呢 沒中就多試幾次啊 阿不然怎麼辦 不然怎麼辦 阿不然你就花錢買嘛 花鑽石阿 4242 好不好 花下去 100%就一定中 懂嗎 沒有中 不要再問我為什麼沒有中了 知道嗎 好好想想看 好好想想看 原本就很難中 這是正常的 懂嗎 如果你有中 那真的是要謝天謝地 不要以為中是應該的 懂嗎 好的 那今天的遊戲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小政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祝大家都能中獎 掰掰 掰掰